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听闻女王因病入院的消息后 一家人紧急赶回了伦敦 在女王因病入院的第二天 威廉夫妇被发现抵达伦敦西斯罗机场 并第一时间赶到女王身边 到目前为止 威廉夫妇并没有向外界透露老人的身体状况 但据王室专家纳塔利·奥利维利透露 在女王休息的时间里 威廉王子被授权负责管理巴尔·莫勒尔庄园和桑德林汉姆公 这本是王室另一位大家长菲利普亲王的职责 而这也意味着威廉正在接管王室 奥利维利女士表示 在正常情况下 负责这两处皇家宫殿的管理工作本不该交给威廉 但随着菲利普亲王的离世 以及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哈里·梅根和约克公爵安杜鲁王子的缺席 作为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的威廉王子和妻子凯特 不得不挺身而出挑起重担 现在他们很显然已经在王室担任起了领导角色 同时这位专家也暗示 这可能也是女王和王室官员们希望尽快培养威廉成为一位杰出领导者的方式 并强调威廉的领导能力正在迅速加强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负责管理这两处住所并不只是负责其中的人员管理和住宅管理 更重要的是接过其代表的各项重要职责 比如过去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在苏格兰庄园发起的保护生态多项性项目 以及保护历史遗迹工作等等 与此同时威廉夫妇还将在女王休息期间承担起更多日程安排 并继续推动两人自己发起的一系列慈善工作和公益事业 而在女王身体恢复后 她们的日程预计也不会减少 据称王氏已确定在女王返回工作岗位后 轮流安排核心成员陪同她进行工作 以替补的角色确保女王随时可以取消行程 并代替女王继续该工作 很多王氏粉丝对此感慨颇多 因为除了这繁重的工作量 威廉·凯特还需要承担起照顾三个孩子生活起居的压力 有粉丝直言他们是在创造奇迹 并表示不敢相信在这繁重的压力下 他们还可以把各项事务和工作处理得津津有条 在下个月 威廉·王子还将与女王查尔斯王子卡米拉以及凯特一同出席 在哥斯拉哥举行的COP26峰会 根据过去两位王子在环保和气候变化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两人都将在会议上发表演讲 而女王是否能够顺利出席 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威廉·王子受到重点培养 并不代表王室会向外界呼吁让他越过查尔斯王子 在女王退位或离世后继承王位 毕竟唯一对此有决定权的只有查尔斯本人 除非他选择为威廉让位 不然威廉也只能等到他过完了国王影 才能坐上君主的宝座 接下来是群众眼睛是雪亮的 美根夫妇支持率垫底 英国民众倒戈支持王室 苏塞科斯公爵夫妇离开王室后 并没有按照约定独立生活 而是处处抹黑和爆料 这样的行为虽然令人不齿 却让美根夫妇赚得盆满钵满 见之就是身材有道 只能感慨群众眼睛是雪亮的 美根夫妇现在的支持率垫底 英国民众这回倒戈支持王室 路遥知玛丽日久见人心 美根嫁入王室的时候公顺有礼 现在却完全换了一副面孔 根据最新一期的民意调查 美根和哈里的支持率暴跌了50% 整个英国王室光荣垫底 不少网友也纳闷 为什么一手好牌能打得稀烂 美根和哈里到底犯了哪些错误呢 根据调查公司YouGov公布的数据 美根和哈里刚刚结婚的时候 支持率还维持在81%左右 这个数据要略高于凯特王妃 当时大部分民众认为 英国皇室冲破了种族歧视 接纳了二婚和有非裔血统的美根 因此那个时候的支持率飙升 经历了离开王室 不断爆料和抹黑 美根的支持率掉到了历史最低值 镜头面前的美根不断卖惨 并且尽力将锅都甩在别人身上 但却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其实刚刚离开王室的时候 不少民众还是保持同情心 认为苏塞克斯公爵夫妇以后的人生 充满了艰辛 但是很快证实这只是个天真的想法 从此之后 美根夫妇的支持率不断下降 在今年居然被查尔斯夫妇反超 在整个王室处于垫底的状态 数据方面一点都不友好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显然并不在意 满眼都是利益和名气 这些冰冷的数据背后 是每个英国人最最真实的想法 美根和哈里的支持率远不如从前 俗话说 欲待王冠 必成其重 美根既想享受王室成员身份的荣耀 同时却不愿意履行任何义务 俗话说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美根和哈里种种无底线的爆料 最终也会反噬到自己身上 皇室评论员安吉拉·莫拉德认为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 连王室内部关系都处理不好 却痴心妄想结交奥巴马夫妇 生日宴果然吃了闭门羹 哈里王子本人也透露 自己和威廉的关系确实不如从前 也成为了离开王室的导火索 童年时候亲密无间的兄弟俩 未来见面的次数少之又少 并且现场的气氛还剑拔弩张 自从梅根参加了奥普拉的访谈后 支持率方面直线下滑 英国大部分民众彻底倒戈 原本站在哈里和梅根一边的人 逐渐开始同情和理解王室 95岁女王的支持率反而大增 梅根认为王室生活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任何需求都得不到反馈和满足 最让自己无法忍受的一点是 工作人员居然公开谈论阿琪的皮肤颜色 梅根透露曾经有过结束生命的想法 显然梅根只是恶人先告状 受伤最深的还是英国王室 自从梅根嫁给哈里后 迎来了本世纪最严重的危机 好在民众看清形势 倒戈支持英国王室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青少年女性对梅根的支持率 还是居高不下 甚至还当成了心中的偶像 最反感梅根和哈里的人是65岁以上的老人 负面情绪几乎压倒了一切 都说得年轻人者得天下 现在情况虽然越来越糟糕 但是梅根和哈里依旧有翻身的可能性 这些青少年对君主制没有好感 反而认为梅根的爆料行为很勇敢 并且羡慕苏塞克斯公爵夫人 纸醉金明的日常生活 梅根理想中的生活是像卡戴山家族一样名利双收 至于支持率根本不在意 无论是接受采访还是出书 梅根总是能搜罗出一大堆爆料性消息 吃瓜群众还看得津津有味 英国的君主制统治存在了一千多年 现在却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考验 尤其是接受奥普拉·温福瑞专访后 对英国王室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 双方的博弈或许才刚刚开始 哈里王子本该起到和事劳的作用 但却选择助纣为虐 最终也将落得个重判清理的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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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